王药祖,你这辈子只做对了一件事 那就是拼了命也要守下我 先来盖国下漫画主要内容 陆锦在战斗中印使逆声修复自己断手 见状为观众人皆是大吃一惊 可李慕玄却早有预料 毕竟如此多年未见 陆锦要是到不了这一步 今天也没有资格站在这里 说罢他便将立场包裹在自己的身上 而后抬手一把将陆锦的逆声撕碎 与此同时陆锦抬手一击将李慕玄机飞出去 这是为观己人才得以看清 李慕玄在受到攻击的一瞬间 操控立场加强局部阻力 以达到泄力的目的 可即使这样 在开了一生并且狂暴的陆锦面前 李慕玄依然不是对手 就在众人以为陆锦胜券在握的时候 李慕玄竟然操控自己身边的立场 而后劲生生将自己拖到空中 然后他便又将立场结界蔓延展开 片刻后范围内只剩下投铁观摩的五吃三人 待结界稳定下来 李慕玄打去一具后便施展鬼手向陆锦攻去 也就在这时陆锦内心逆宁 他的动作反应此时竟都变得缓慢下来 漫画内容戛然而止 这这么些年了 李慕玄心里说到底 还是放不下三一门和逆声三重 看见陆锦的逆声三重 他甚至笑得比三一门的人都开心 李慕玄评价陆锦逆声的水准 这个地步对比的人是左洛同 因为李慕玄实际上 就只接触过两个人的逆声二重 一个是左洛同 另一个就是陆锦 陆锦的修为姑且不论 陆锦逆声二重的修行程度 大概率也快要看到尽头了 这些年来他跟张之威切磋无数 只怕多少也有些借张之威 只手突破三重的想法 另一方面 李慕玄对王耀祖 始终不能喊出一声师父 甚至没有称他一声老头子 而是直呼其名 你这辈子就做对了一件事 就是拼了命也要收下我 而这句话 既有李慕玄对自己继承了 这首倒转八方的自豪 也有对自己当年和逆声三重 失之交臂的遗憾 自豪的是自己到底是倾出于来 遗憾的是自己想败的却是另一位 最后这首杂耍把戏 也算是致敬了鬼手王 李慕玄的确将自己 视为王耀祖的传人 也真心把他当亲人一样对待 却不能真心将其视为师父 目前这两话算是陆锦 李慕玄二人各自秀了一波传承 陆锦的逆声三重 已有左若同的风采 而李慕玄的倒转八方 水准更远在王耀祖之上 李慕玄通过倒转八方的立场领域 成功压制了陆锦的速度和力量 但是李慕玄当年走得太早 回得太晚 显然他对陆锦还缺乏一些新的认识 现在的陆锦身上不只有逆声三重 还有修道大成的通天路 倒转八方可以压制陆锦本身的力量和速度 还能压制这些无形咒吗 逆声三重和通天路是具有叠加效果的 逆声状态下的通天路威力也将大增 李慕玄如果没有压相抵的招数 接下来只怕难以抵抗陆 逆声三重加通天路的陆锦 只要陆锦不介意 下一话 陆锦通天路的真正威力也该显现一下了 逆声三重 倒转八方都已经让大家开眼了 也该再展示一下这门八奇迹了